为了改善台中风源软皮紫溪、河道环境、水域生态以及美化景观等三大目标 立委将启程争取中央补助 再加上市府自筹共计1.36亿元 去年10月动工,目前施工进度大约40% 预计明年6月完工,要为地方打造新地标 河床成堆的石头,这里是风源区的软皮紫溪 它也曾是花博的展区之一 为了恢复原本的水岸生态 提供民众更多的休息空间 立法委员将启程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 并由水利局着手代管 它承载的我们地方上灌溉、排水、防洪 还有这个绿美化的功能、还有生态的功能 所以即便是环境整治 我们都希望这些功能应该要被强化 我还是主张要保持原来的自然生态 这个原则要保持好 在软皮紫溪新建800公尺的人行步道 以及长27米款2米的钢购人行桥 让民众方便散布修器 且在胡沃敦公园新建观景平台 水利局也表示会加强监督生态的 维护及河道排水性 改善污水修整为快石户案 工程已在去年10月动工 日前施工进度约40% 预计明年6月完工 总经费1.362亿 由中央地方共同编列 那另外在做这个水安全的同时 能够把软皮锡的它整体水环汽 跟周遭的公园一起结合起来 做得漂漂亮亮的 身为风源最大的河滨公园 盼能经过各方努力 恢复生态的样貌 重拾往日的风采 继续